我们今天聊的是 昨天北京传来震撼新闻 欣平准备要设立北京交易所 这个是继上海深圳之后 第三个核心的金融交易所 外界观察这个是不是 相对上中国在金融战上面的 经济战时这一个备战 但是同一时间在台湾 台积电开枪涨价之后 全面涨价潮开始延烧 而且今天台股的主流 烧到半导体 其中领头羊是联电 今天几乎直逼涨停 是今天联电真的是 差一点点涨停了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 今天整个盘势来看 由于美国的纳斯达克股市 持续在创历史新高 当然也能够带动今天的台股 再加上我昨天其实有提到 昨天外资在期货市场 大幅回补了4000多口的空单 当时我就提到 有可能外资要反向做多了 果然今天外资大幅买超了324亿 所以也是今天台股大涨将近200点 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今天台股一举 占上了17500点 收盘收在17516点 距离今天的最高 17540点 只差了一点点 那今天的成交量 也比昨天略微增加 来到了3613亿元 那指标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台积电 620块钱 收在今天最高 大涨13块钱 又创波段的新高 涨幅是2.14% 那最受注目的当然还是连电 连电今天看到七字头 收在70块钱 大涨了9.38% 距离涨停就差那一点点 而且这是21年来的新高 因为现在外资已经最高目标价 已经喊到102了 所以上一次有这种高点 是上个世纪 但它这一波是持续一路往上涨 那所以说一直在创高 创高到目前为止 所以现在市场上对联电一路看好 大家一定想到奇怪 台积电不是比较赚钱 怎么看都是台积电比较好 为什么反而联电涨比较多 其实我们昨天就讲过了 有样的产品连电卖得比台积电贵 那算起来当然连电 连电咖和坦嘛 虽然台积电确实在技术上 在商品的品质上都是领先的 不只这两家龙头 世界先进 今天也涨了5块5 也是涨幅有3.59%之多 另外今天还有受到瞩目的族群 就是IC设计 大家原本都想说 这一波晶圆代工都涨价 那IC设计要倒大煤嘛 其实我们这两天也都提过 其实你要看IC设计的哪个族群 有人可能会因此成本增加 但是只要你有转嫁能力的 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好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系统老牌的IC设计公司 今天也收涨停 然后28块8 来再看到做LCD驱动IC的 金鸿今天也是收180块涨停 预创今天稍微差一点点 涨7.75% 这也是很厉害收在47.75元 另外委权店的部分也涨的6.67% 所以你看到今天IC设计股 也是都抢抢棍 好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波台股这样子涨 我们看到台股这一波的市值大爆发 我们看到我们的最关心的台积电 又出现16兆的市值 那鸿海也有1.56兆 那联发科的部分也有1.4兆多 那其他的在一兆以下的 其实像我们的富邦金国泰金 也都有八九千亿之多 那排名到第十名的南亚 现在也都将近七千亿了 所以整个台股的总市值 已经五十几兆新台币 到底确定的数字我也没错 因为现在天天都有很大的变化 都在告诉你说 这一波的市场 虽然之前有个一千点的回档 但是这一波这样子涨涨涨 距离前高也只剩差五百多 五六百点左右了 其实短时间之内 如果美股能够持续往上的话 我想台股再创新高 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好那讲到台积电涨价 我们原本第一时间知道的 都是台积电 不管是成熟制程 或者是先进制程 一律都要涨20% 但是渐渐传出来说 有差别哦 可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说 可能是按照制程来区分 也就是成熟制程涨得多一点 15到20% 因为这要跟连电他们比价嘛 那先进制程是他独家的 所以他涨比较少涨10% 可是现在传出来了没有 现在也有客户的差别取价 也就是说我不是单纯的只成制程 看你是大户小户 其中最大户的当然就是苹果 所以现在传出来 苹果有VIP待遇只涨3% 因为它的量实在太大了嘛 台积电有20%的营收 都是靠苹果 那尤其是在最新的 5奈米制程的部分 光苹果一家吃掉53% 那更不要说即将推的 明年就要推的3奈米 几乎也都是苹果全包了 那就不要讲那么远 这个月即将要发表的新机 A15晶片 哇据说光苹果下单就下了1亿颗 那你想这个对台积电来说是夺补啊 尤其越高制程 对台积电毛利的贡献越大嘛 那既然这么大的客户 当然要傻意思一下 我意思意思涨一点点而已啦 所以小客户涨2成 苹果涨3% 对那当然是还是要有个差别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好所以因为这样子大涨 我们看到很多的外资 不得不去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 其中我们看到来到日本 日资的大合资本就提高了 就提到说 为什么台积电要涨价呢 其实类似的讨论有非常的多 其中一样的就是 主要就是提高它的利润率嘛 那另外一点比较特别的 我个人也很认同的就是 借由涨价来知道说 这些客户里面谁是overbooking 就是随便乱下单的 你根本没那么多的需求 我涨下去之后你还要吞 那表示你真的有需求 你才会愿意嘛 所以借由这个方式来过滤客户 我想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是OK的 好所以大合资本呢 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从595块上修到666块 不过呢 如果对照我所整理的 目前法轮对于台积电的 这个目标价里面 大合资本其实是最低的 因为大合资本 他的报告里面有提到 其实他对于这个涨价 对于盈利的这个问题 大合资本认为还是有不确定性 最主要就是 他也是刚刚我们说到 他对客户的这个定价方案 太复杂了 尤其我们刚才说嘛 你对大户的涨得比较少 对小户就涨得比较多 那你到底整体总toto 到底对你的营收贡献有多少 那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 我所整理的这些外资法人最高现在已经喊到1000块钱了 那其他大部分都在700块钱之上 好那再来台积电呢 不断的往前进 那最新的两奈米的厂 到底要盖在哪里 我们这一部分已经是在新竹保三二旗嘛 可是还是不够 因为那块基地实在太小了 所以台积电还要再找一块地 要找哪里呢 哎我们看到台中出身的 我们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呢 就特别去视察了这个台积电的中科15A厂 顺便跟台积电推销说 中科不错啦 我们地都帮你找好了哦 不像你看到你到竹科光地就要瞧半天 我们台中全部都帮你瞧呵呵 就等你说OK那当然台积电也不可能 随便就答应了 只说哎基本上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预留一个伏笔 好再看到不只是他 大家看好台积电 金元三雄连电以外 连世界的陷阱大家都看好 那这主要的就是麦格里证券的报告 他提到说不只今年再涨哦 明年有可能还要少则涨6% 多则有可能要再涨20% 所以对这金元三雄 就是台积电连电跟世界先进来说 他们的毛利率绝对是大补 所以他认为台积电的毛利率 有可能到54% 那连电呢更可能毛利率上 上增加了4.4%来到38% 那世界先进也有46%的毛利率 所以预估的这个目标价 在台积电的部分呢 这个麦格里证券认为 有机会来到765.9元 连电的部分是69.5元 拍謝今天已经超过了 那世界先进155.9 那基本上今天也差不多就来到这个价位了 所以显然的麦格里的目标价太低了 那连电赚大钱 那当然员工要跟着分红 而且今年的分红比去年多了一倍多 因为按照连电的他们的规章呢 可是如果公司有赚钱的话 那至少拿获利的5%出来分 可是去年获利比之前大幅成长了 非常的多 一倍多 所以当然要大分红嘛 所以呢就在8月份 员工都拿到分红 哇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去年平均 就用所有员工的平均数 当然有人多有人少 去年平均一个人才拿7.55万 这一次平均拿到16.79万 比去年整整多了一倍多 那预估未来还有可能再增加这个分红 因为越赚越多 来再看到这个关于晶片需 为什么不断的缺货涨价呢 有媒体提到了可能归纳三个原因 一个当然是疫情的问题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问题 对美国的影响是最大 因为美国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晶片是最多的 第二个是交通成本大涨 我们也知道这个航运的运价不断的上涨 可是就于晶片来说基本上没有在走船 都是走飞机 大家可能比较没注意到 事实上空运的价格也涨了两成了 那再来就是紧接着圣诞假期 以及华人的农历年 都是这个需求的旺季 所以整个需求大增的情况之下 当然持续缺货 好我们再看到整个晶片市场的排行榜 非常出乎意外的 苹果不是专门做晶片的 居然它的手机晶片的市占率 居然超过了三星 这是令人意外的事情 当然主要就是苹果自己的手机销售 非常的好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整个排第二季 今年第二季的市占率来说 苹果已经来到了第三名 全世界的市占率是15% 去年的同期它是13% 可是三星正好相反 去年它有13%的市占率 结果现在掉到只剩7% 市占率是排到第四 那第一名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联发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里面呢 它其实是持续的往上一路升 但是呢三星却是一路的往下降 好我们再看到呢 在IC设计里面 刚刚说有人受害有人受力 那到底谁受害谁受力呢 就这图表里面 我框起来的这几家公司 是影响比较大的 不过呢因为这框起来里面呢 这个燃起跟惠底 是中国的公司 我们就不讨论了 好那这个惠隆 其实是台湾的IC设计厂 但是它是在美国挂牌 而且它很厉害哦 是全亚洲第一个 在美国挂牌的IC设计公司 那它有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涨价 让它的毛利率会下滑了6%多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那另外大家也关心联电的 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的影响 当然是相对比较少的 不过也可能有毛利2.2%的影响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好那再看到林阳 这个IC设计的老公司 那这一波呢 真的是缺货缺到天荒地老 它说它也实在没办法 只能满足50%的客户 所以呢它也要涨价10%到20% 当然就是转嫁上游的金元代工的涨价 当然就转嫁给它的客户 最后我们看到了又有KY公司出包了 这个一瑞KY做汽车水箱的 它其实是台商在中国大陆发机 回台湾挂KY 结果呢 会计师落跑 不愿意签它的财报 不愿意落跑不愿意签也就算了 它要找新的会计师 没有人愿意当 可见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大 那按照规定 那接二连山这些年来 KY的地雷至少炸了一打了 没错 所以呢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呢 不能交出财报 那当然它就是必须要强制下市 所以这也是告诉投资人 事如宁关所说的 不能说KY都不好 但是它不好的比例真的是蛮高的 就KY不透明 那不透明随时炸出地雷 自己就要小心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